无论在风沙弥漫的西北戈壁 还是风光以拟的江南水乡 无论在连云漂浮的海上鱼排 还是高低错落的深山梯田 如何解决吃饭问题 从古至今都是中国人的头等大事 农耕文化是中国农业的宝贵财富 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中国农田相对稀少 却养活了世界上最多的人口 数千年来 人们如何利用和开发土地的潜力 又如何保证可持续发展 我们将提供一个新的视角 从古代的绘画中 寻找中国传统农耕文化的秘密 农书中的宝贵插图 故宫里的海洋世界 石头上的古老涂鸦 壁画里的农耕场景 皇家推崇的耕之画卷 六位来自不同领域的研究者 组成探访团队 江帆坚持对美的细致追求 人称中国古代造物美学的林摩师 石小雷 储藏着巨人般的学识 人称古代科技史的发掘者 吴浩浩 用年轻人的表达方式 传递有趣的海洋生物科普 王静玉在最浪漫的洞窟壁画旁 讲述最严谨的敦煌科技史 同永生 用平凡的方式 向世人描述 严画的不平凡 韩茂利 透过浩如阴海的书卷 游走于万年农耕文明的时间旅行者 翻山 下海 探秘 深入乡村行走田野 解读中国农耕文化的智慧 空档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直到在距离嘉峪关二十多公里荒凉的大漠戈壁上 有一千四百多个大土包若隐若现 这些绵延起伏的土包下面 竟然隐藏着一片神秘的地下画廊 这里是王剑宇开启农耕文化探秘之旅的第一站 每个大土包其实都是一座未尽时期的墓葬 这些纯粹千年的墓葬中 真的埋藏着农业发展的秘密吗 在墓前已经挖掘清理的十三座墓中 六号墓是唯一开放的一座 这就是著名的甲鱼光新城标画墓的第六号墓 看我有好高的照墙啊 但是动物铺盟是很矮的 需要轰着窑才能进食 地下十几米 一块块青砖雷浇墓室 不可思议的是 砖和砖之间竟然没有粘合物 全是砖头堆砌而成 经历一千七百年 依然十分坚固 这是一处夫妻合葬墓 墓主针为了尽快适应另一个世界的生活 少不得带上一些熟悉的瞬间 他们生前华丽的日常生活都留在了砖上 画像砖多为一砖一画 一幅画是一个独立的内容 虽然笔法粗放 造型简列 但人物的动作和神态都相当传神 其中有很多描绘人们心情耕种劳作的画面 为墓主人 营造了一种在另一个世界 依然风衣足食的氛围 墓室里没有灯光 参观只能依靠手电筒的微弱光亮 这幅牛羹图是用日牛拉的双原池圆里 经过汉代倒闭技能被超很长时间 农业工作技术提高 土质也虽然松软 衰老 日牛拉在当时已经非常普遍了 你再看这个农民 日出福利 日出圆边 形象非常生动 很轻松的就继续耕着做一样 魏锦南北朝时期 农耕连续去出现了重要的一环 霸地 你用来翻地 霸子则是用来疏松土壤 霸上有霸池 霸地的时候要坐一个人或站一个人 有一定重量 霸的池子才能入土更深 人和牛配合默契 在土地上驰骋 震风扑灭 发似飞扬 霸子的出现 说明当时北方金庚细索的农业生产技术 已经日震成熟 墓室分为前 中 后三室 好比庄园 庭院和卧房 仿照的是当时世家豪族宅邸的构造 河西地区不仅是古代丝绸制度的必经之地 画像砖更证实了 当时这里也有过发达的寒丧生产 这幅画上一位女子正提着篮子采摘丧业 她的小孩用小的弓箭取干树上吃丧业的小鸟 当时的河西地区气候温暖 适宜种植桑树 处处桑林 家家扫丝 这在今天有些无法想象 人们甚至用捐薄来进行交易 代替钱币使用 这些椭圆形的图案连成一串一串 代表着参见 而这一排大圆圈则是私团 私团经过加工之后 变为成匹的丝绸布料 整整齐齐竖着摆放在一起 这就是当时丝绸加工的步骤 也是牧主人财富的象征 魏晋时期动乱频发 河西走廊比中原偏僻了一点 不过恰好就躲过了战火 中原的大家族们都纷纷跑到这里避难 他们不光带来了家当 也带来了许多先进的农业技术 由此河西走廊的这片土地 成为了西北重要的粮仓 也是当时天下少有的繁荣富庶之地 河西走廊地区气候干旱 并不算是自然条件优越的地方 但古代中国人靠着勤劳的双手 和智慧的头脑 在与自然的磨合中找到了最适宜的农耕方式 河西之旅还没有结束 还有一个地方 那里出土的魏晋画像砖上 古代农末业生产生火的场景更加丰富 我们一路来到距离嘉宇关新城 魏锦牧一百多公里的张叶高台县 黄沙之间藏着一座废弃的古城 这就是骆驼城 骆驼城始建于东京十六国时期 是北梁国初期的国都 是我国现存最大 保留最完整的汉唐古代文化遗址 今天依然能够感受到它曾经的宏伟 春末夏初正是葡萄生长的关键时刻 刚刚做过的葡萄急需喝泵水 到了村里的灌溉日 马国新一家早早来到自家的葡萄园 准备饮水灌溉 从春季发芽到秋季收获之后 葡萄需要经历像这样的五次灌溉 每次灌溉一定要让整个园子里的土层 都被水淹没才算是浇透了 河西走廊地区虽然气候干旱 降水量小 但冰雪溶水十分丰富 这里农业之所以发达 皆仰赖水利灌溉的开发和利用 这种水渠灌溉的方式 一千七百年前的画像砖上就能看到 2001年 骆驼城及附近的魏金木出头了一批画像砖 生动地在线了当时的农业生产 中间那个蓝色的那个那是渠 水渠两面有的田地梗子 中间是长头的河苗 这个地方就是在汉卫镜的时候 我们这个地方就渠灌了 渠灌了 它不是靠天 这个雨呢它不够这个作物生长 所以靠渠灌 地下水啊它是比较丰富的 水利是农业的命脉 原来在那个时候 人们就已经掌握了水利助农的妙招 这幅灌溉图 是河西地区出土的魏锦木画像砖中 唯一一幅展现水利灌溉的场景 除了农业 画像砖里还有大量表现畜牧养殖的画面 魏锦时期河西地区 虚木叶与农耕的重要程度几乎相当 这也反映了游牧文明 与农耕文明的融合交汇 木马骆驼图 画面正中一人 身着交陵短衫 紧腰束带 手指长边望向远方 显然是放牧人 他的身后两匹马在吃草 远处有一封骆驼和一头毛驴 画面的远近层次通过颜色深险来表现 目录图 集中表现放鹿的情景 画中人物头鼠发迹 身着焦岭长山 怀抱木边立在外围 有十五头鹿 六头红色 九头墨色 火握火力 活灵活现 高台博物馆中 有一处复原的未进墓 展示了墓葬的修建 和画像砖的制作过程 在墓室里面都用的是这个青色的长方形的这种调装 是直接在砖上面 先刷一层白灰 也就是那个炭酸钙 绘画也都是用的是矿物质颜料 所以呢才能保留一千多年和非常相应 绘画完成之后 这个木头就完成了 木主任最后 设施之后 把它放进去 最后把这个木门一封 变成了考古法家 才能发现秘密 三国混战之后 许多名门望族为躲避战乱 从中原迁倒了河西走浪一带 过得很是滋润 一大早 庄园主乘坐马车 车视察自己的庄园 序母农耕 采丧养残 她的产业可真不少 今天家里可是有重要活动哦 家仆们早就忙碌起来 杀猪宰牛 烧炭生火 女仆从木匣中 取出主人新做好的丝绸外套 新衣服上身太有面子了 毕竟丝绸象征着财富 宾客陆续到期 家里关烤肉派对开始了 舞女们翩翩起舞 这就是河西走廊 魏晋明市最流行的日常活动 第二站 王建玉来到四川 寻找天府之国富足安逸的元气 四川西部 农民们为了方便耕种 几户十几户农家聚集起来 在农田的中央建造房屋 房屋前后广置树木 形成在平原上均匀分布的绿岛式农耕聚落 他们被称为川西林盘 杨本泉大叔是竹与村的原住居民 已经习惯这里悠闲惬意的时候 初夏时节 蔬菜鲜嫩 杨大叔算转了时间 一扫就来到村子中心的菜园 准备收获第一份新鲜滋味 竹与村是典型的川西林盘结构 外围是农田 植被和水系相互结合 内部为圈层式结构 居民的生活所需 都能在小小林盘得到满足 林盘中家家户户都有这样的小院 叫苑霸 是农家进行生产 生活 交往和休闲的场所 有山有水 有花有草 这里是竹子多 竹子很多 竹与村就是竹子为主 竹与村已经有四百多年历史了 因为盛产竹子 这里从清代开始 就流传平面竹编和磁胎竹编的工艺 如今 村里建起了博物馆 书院 很多年轻艺术家 成为了这里的新村民 其实 早在秦汉时期 自己自足的川西林盘已经出具出行 在成都一座墓葬里 就有早期川西林盘的图像 1975年 成都市西郊的曾家包 发现一处东汉墓葬 虽然隋葬文物已被盗墓贼洗劫一空 但文物工作者却被墓室里的画像石 牢牢吸引了 因为体量巨大 这些画像石 几十年来一直无法展出 为了能够展现它们的原貌 2020年 成都博物馆的文保人员 将这些画像石 进行3D扫描采集数据后 在量身定制展具 把它们固定在展墙上 整整耗时半个月 王静玉也是第一次近距离接触这些画像石 曾家包出土的画像石 为凸面潜伏雕 一共两大块 每块又是由三组自上而下的画像构成 左边的画像石上有两台织布机 一台结构简单 一台相对复杂 画中占的位置并不这么显眼 但它们是全世界最早的脚踏织布机图像 中国虽然四处反制只有几千年的历史了 但是呢 真正在古代的出土文物 真正出现这个质集是在汉代 还有一组图像 再现了汉代酿酒的场面 五个大酒坛一字排开 酒坛的旁边一个人赶着牛车 上面装载的应该就是酿酒用的谷物 酒坛下面有人从井中提水 还有人在灶台前煽火 最后蒸好的粮食混合酒区 到处酒坛慢慢发酵 这一组画面构成了两千年前 酿酒工艺整套流程 酿酒作坊的四周 还有许多家禽家畜 仿佛闻到了酒糟的香气 蜂拥而来 汉代崇尚厚藏 人们希望自己的地下居士千年不朽 所以就选择用最坚固的砖石来建造 又在这些建筑石材上精心雕刻图像 这就是画像石 画像砖 汉代是我国野铁技术发展的一个高峰时期 更强硬的铁制工具 成就了更精美的石刻作品 工匠在创作时 一般是在石头或印模上掀起墨稿 然后再用刀 追等工具来雕刻 可以说它是一种绘画与雕刻 相结合的艺术创造 增加包出土的另一块画像石 是王剑玉瓷型的重点 上面画了两只盘窖的绵羊 一颗草代表草原或者是一片草地 中间是反映这个生物化的场面 富户人家的庄园 两层楼也非常精致 也就是说这个有钱人家 它这个生物化是非常富裕的 一位老者坐在茂盛里和大树下 休息 他手里的这个在古代叫做鸠杖 高龄老人才有这个待遇 汉代的尊老制度十分完备 超过七十岁的老人 国家授予一个带有鸠鸟的手杖 拿着鸠杖就可以到官府的粮仓领取粮食 一位青年人手里捧着食物送给树下的老人 老人可以一边尝粮一边吃饭 养老徒下方刻画的是庄园的农耕活动 四块分布整齐的水田里种满了水道 水田下面是一个大水塘 一人站在小舟上划船 水塘里鱼儿肥美 荷花盛开 充分反映了东汉时期川西一带卧叶千里的富饶景象 从这幅庄园图中可以看出 它展现的正是川西地区临盘格局的早期模式 田 林 宅 毗林 内部自给自足 和画像传里描绘的一样 水塘一直是川西地区居民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部分 依靠着林盘的老乡们 总能在水塘中找到额外的收获 和塘中富含各种藻类 水质清洁 适合鱼类生长 村民胡重文是村里的抓鱼高手 今天他跟两个连居一起来到和塘 虽然经验丰富 但几次尝试都没有成功 胡大哥决定采用团体战术 几位大哥成姓而归 不过 和塘里并没有平静下来 小龙虾可是村民们的最爱 几个小时的时间 就能换来一份热辣十足的油闷小龙虾 绵延千末的荷叶也是水塘赐予当地人的礼物 清早 村里的姑娘们坐着小船在和塘里采摘鲜嫩的荷叶 还未完全张开的新鲜荷叶是制作荷叶厂的最好原料 荷叶要经过洗 晒 蒸 揉 炒制等十多道工序 蒸 炒炒 炒 炒三次 先把炒到五成熟的时间 就拿出来揉 把水揉 再去拿去烘 烘干了之后再揉 最后一道分小火 慢慢地烫干 荷叶茶入口 清香微酷 回味甘甜 据说有健康减脂 清凉去火的效用 川西林盘中的水塘 就这样源源不断地滋养着一方百姓 从古至今 两千多年来未曾改变 在四川地区的汉代墓葬中 也发现了大量水田和水塘模型 这是汉木出土的石刻水塘 右上方 两个腐身的人 是正在水田里插秧的农民 左侧的水塘中 可以看到相当丰富的水产资源 水塘中种植了莲藕 生长着田螺 养鱼 养鸭 正是农村中重要的副业产品 右下方的水塘里 还有两堆堆肥 可以看出 当时的农业 已然呈现出立体生态农业的姿态 一块块清晰生动的画像石 画像砖 将我们带入汉代成都人热闹的生活场面 和劳作场景 得以了解和感受 这个城市延续千年的生活美学 最后一站 我们来到了王静宇工作四十年的地方 敦煌墨高窟 在壁画绚丽的佛国世界里 能否找到农耕文化的踪迹 敦煌石窟艺术 其实是同属敦煌体系的大小七个石窟艺术的总称 以洞窟最多 保存最完好的墨高窟为代表 在五百七十多个洞窟中 至今保存有近六万平方米的壁画 有人说 敦煌壁画是沙漠中的美术馆 墙壁上的博物馆 这些色彩绚烂的壁画 历经千年风霜 仍不见光彩 1650展厅是在2016年 为了纪念敦煌墨高窟 开凿1650年而举办的石窟艺术展览 由于洞窟保护的原因 这里成为全面了解壁画的最佳地点 作为佛教艺术圣地 敦煌壁画中最多的 自然就是反映佛国世界的尊相画 佛像 飞天等等 也有山水画 人像画 佛教故事画 还有一类叫做精变画 古代教育水平低 普通老百姓多数不识字 用经文来传播佛教教义 效果有限 于是画工们就把抽象的佛经内容 画成了老百姓一眼就能看懂的生活场景 这就是精变化 虽然精变化目的还是为了宣传佛教思想 但却曲折地反映着社会现状 是十分形象的历史记录 这就是伊林库第二十五库的米勒金箭 在这幅米勒金箭里面 另一个头戴地的农民 正在用镰刀奋力收割庄稼 画面上方 一人手拿六尺长 打场羊场 将谷物脱离 旁边的农妇用大扫帚 扫去谷物堆面上的空碎与碎节感 这几组画面 构成了一个完整的 从种到收的农业生产过程 米勒夏生经中 有一种七收的说法 意思就是 在米勒世界里 一次耕种就能带来七次收获 画工根据一种七收 这个抽象概念 画出了它熟悉的 各种农业生产的场面 除了一种七收 米勒金变化中 还描绘了米勒世界中 种种美好场景 树上生意 路不时宜 夜不庇护 女子五百岁出家 半夜罗煞鬼会主动 把整个城池 都打扫得干干净净 龙王在天空 讲微微细语 滋润万物 这都是古人 将自己的美好愿望 对幸福生活的理解 间接呈现在 佛国世界之中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很多人都把敦煌 列为此生必去的观光圣地 不过 一缕游业注重的敦煌 农业同样占据着重要地位 因为日照充足 昼夜温差大 敦煌的瓜果格外香甜 明山村 位于敦煌 明沙山北侧山脚下 村民刘鹏 找来同村的两位大哥 今天 他们要采摘夏天的第一批星子 五月黄 是敦煌当地传统的性子品种 颜色黄中带红 口味酸甜软度 虽然不及著名品种 李广性的香甜 但这种性子 是敦煌一年中 最早成熟的水果 是当地人 可以在初夏时节 就能品尝到最新鲜的滋味 那个比 黄的 这个时候 就上面呢 对 这个 里广性口感人 里广性 我们拍摄时 距离里广性收获 还有一个多月 枝头的雷雷硕果 预示着果农们今年 又将迎来一次丰收 敦煌 位于河西走廊的最西端 四周被戈壁沙漠环绕 在大多人的想象中 这样的地理位置 以及气候因素 完全不利于农业的发展 但自古以来 敦煌就以发达的农业著称 可以说 敦煌的辉煌 正是从农耕开始的 几十年来 王剑玉在敦煌几万平方米壁画中 一共找到了八十多幅农作图 他们真实地反映了 古代敦煌繁荣的农业景象 其中有一幅最为特别 天空中乌云密布 时雨飞飞 一位农夫头戴斗笠 一手扬鞭 一手扶梨 雨中耕作 耕牛通体金化 体格健壮 远处走来另一位农夫 尖挑外说 准备将收割完的庄稼 运回家中 低头上坐着三个人 农夫 农夫 小儿 夫子盆满吃饭 农夫关切地望着他们 一家三口 其乐柔柔 事实上 播种和耕地 都不能在大雨天进行 雨中耕作图 是为了表现佛经中的 大雨滋润万物 而进行的艺术加工 墨高窟第445窟里 有一幅重要的牛羹图 标志着中国古代农具 走向的成熟 梨是农业生产最重要的工具之一 敦煌壁画农耕场景中 出现梨有几十处 大都使用植原梨 而圣唐时期的第445窟 壁画上出现了一种全新的 当时最为先进的耕地工具 唐代 智慧的劳动人民 改进了梨的构造 把长的植原 改为短的屈原 叫屈原梨 梨园上 有一个调节梨滑入土深浅的装置 这样可以适应深耕 浅耕 不同要求 便于精耕细作 极大的提高了粮食产量 445窟中 这幅牛羹图 是我国最早的 曲原梨的图像记载 表明我国发明曲原梨的时代 至少是在公元八世纪 中午休息时间 王静玉来到附近的一家小店 饼容易保存 便于携带 是敦煌人餐桌上 最为常见的主食之一 这种包裹着辣椒粉 香豆粉等辛香料 形似花卷的饼 在当地被称为干粮 水分少 口感较硬 很容易有饱腹感 哪种价格是一样的 这三种价格是一样的 这个就是咱们里面放的辣椒 这个是香豆的 它是有点甜味 有糖素饼吗 糖素饼是这个 有啥芝麻的吗 芝麻就是咱们门口挂的大饼 里面放的芝麻 还有这个囊饼也是里面放是吧 这才能要一斤吧 行 我用 这就是东方当地地种烤饼 因为它储存现成 现在方面 这样呢 无论是当地的老百姓 还是游客 都喜欢买它 从古至今 敦煌人对饼爱的生辰 唐五代时期 敦煌只有两万到四万人口 但敦煌文献里 记载的饼类食物的名称 有近三十种之多 比任何史料中出现的都多 敦煌人爱吃饼 壁画中出现的聚餐饮食的场景 大多也都以饼类为主 有糊饼 馒头 水饼 白饼 散枝等等 从这一小块面团里 可以看到千年的饮食生活图景呢 摄制组得到了敦煌研究院的许可 终于可以跟随王建玉 进到洞窟之内拍摄 这就是突然躲起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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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二十一档 好 谢谢 所有餐馆的对外开放的 都开始打开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的关注点 是两家接待来往行人的小店 这是五台山途中 一家小店 五代的这种小店 它有客人来 要做饭 出来出去还要做饭 所以它要加工倒米 五代加工倒米的呢 就是这么一种装具 踏队 是古代农业粮食加工的重要工具 就是利用杠杆原理 反复锤打 给古物脱壳 加工出新米 画容右侧人物双手扶支架 脚踩对尾的踏板 由于年代久远 它的双腿已经模糊不清了 另一家小店 叫林口之店 店门口 两个壮汉正卯足了劲 推着石墨转动 一看就是个利器火 这是当时加工面粉的场景 后来才逐渐改用牛 驴 锣子等牲口 代替了人力 据统计 在敦煌壁画中 大概出现了几十种农业生产工具 和粮食加工工具 它们是研究古代农业生产的重要资料 除了农作图 壁画里还记录了农业经济的 另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畜牧业的场景 距离敦煌西南八十公里的地方 是甘肃省唯一的哈萨克组自治县 畜牧业是这里的支柱产业 近年来 当地的牧民大多搬迁到城里定居下来 冬季时候 骆驼 羊 马等牲畜 也会被暂时俊养起来 今天 加尔乌宗村的牧民哈伊热提大哥 和同伴鲍哈尔 热和牧 哈利利 准备将自家的马匹赶到夏季牧场 站着游苏吃完锅盔 再来一碗砖茶 哈萨克组的牧民们 就补充了一上午的能量 准备开始赶马工作 哈伊热提大哥家的十级匹马 要从冬季操场 先移到山区深处的夏季操场 这段迁徙路程虽然不算太远 但山区地势高低起伏 需要翻越好几个山头 骑马成为了牧民 唯一可想的交通方式 经过了半个多小时 哈伊热提和同伴们 赶着马群到达了夏季牧场的住口 接下来 马儿们将从这里独自前往草场 自由驰骑城 直到几个月后 冬季来临 才会被带回马圈 自汉代以来 两千多年 少数民族的生活习惯和畜牧业传统 就这样一直保留了下来 墨高窟第六十一窟西壁的五台山图上 可以看到 画着骑马骑骆驼的队伍 在路途中一战停心 人们为自己的马匹 骆驼 炸草 补充饲料 而在顿窟内北壁的法华经变上 还有建养马匹的图像 真实记录了古代敦煌家庭养马的情况 马区底有一红一白的 两匹骏马 一位少年 扎着双脚戒 手指铲子 正在清除马骏的粪便 而后面是他在休息的情景 墨高窟 二百九十窟北周的驯马图 描绘了驯马的场景 马夫是一位高鼻深目的湖人 一手拉缰绳 一手挥鞭子 正在驯一匹红色猎马 马抬起一只前腿 后腿紧登 正准备挨打 但又不甘屈服 除了农业 畜模业 敦煌壁画里 还有发达的手工业劳作场景 叮叮当当 打铁需要配合 还要不断地拉风箱 只讨小哥赤夺着上半身 正在打磨刚烧好的桃馆 酿酒的姑娘正在添柴 熬制了几个小时的美味羹汤 正要端上宴席 无论是石窟的营造者 还是勤勉工作的农夫 工匠 商人 可以说 正是无数普通老百姓 共同创造了古代敦煌的繁荣 我们的旅程从汉到唐 一度在墙壁上寻找农业图像 他们是生动的绘画 更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